家人共享是苹果提供的一项功能,让你和家中多达五位成员可以共享多项精彩的苹果服务。 这些服务包括iCloud加云端,Apple Music音乐,Apple TV加戏剧,Apple Fitness加健身,Apple News加新闻和Apple Arcade游戏。 家人共享有什么好处呢?可以省钱。 比如说,Apple Music台湾的个人订阅费用是每月NT165,但家人共享的订阅费用只要每月NT265,就可以让五位家庭成员一起使用。 此外,你的家人也可以共享在App Store购买的App、音乐、电影、电视节目和书籍,每个人都使用自己的账号,保有个人化和私密的体验,这是一个方便的功能,让整个家庭都能共享苹果的精彩世界。 可以让家人分享有趣的内容,比如说,你找到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,就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一起看,可以让家人更好地联系在一起。 比如说,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相簿,分享彼此的照片和影片。 家人共享要怎么使用呢? 首先,你需要在你的iPhone、iPad或Mac上设定家人共享,设定完成后,你就可以邀请你的家人加入你的家庭,邀请家人加入你的家庭很简单。 只要在家人共享的设定中,点选加入成员,然后输入他们的Apple ID或电子邮件地址就可以了。